香港總是給人家的感覺好像是足球為先 籃球為二 但其實你真的走到社區走到各個地方 其實籃球場還蠻多 就是喜歡籃球的人其實很多 在香港打籃球大多數都是一個兼職 主要為了自己興趣 如果是我教球的話 教到我真的不可以教為止 我覺得會 當我們提起香港 我們提到的可能是香港的經濟和貿易 可能是香港的電影 擁著你 保重溫馨再永遠 對不起 白菜啊 或者是香港的流行歌曲 來夜總是千千月光 跳遠遠方我路上 但糟糕你未達望光日交情 安逸默然帶著女流行 想一生跟你走 很少有人會把籃球跟香港聯繫在一起 這裡沒有出名的籃球明星 沒有超高水準的職業聯賽 但是 這裡並不缺乏熱愛籃球的人 他們在街頭 在公園 在球館裡 跟其他地區的愛好者一樣 在擁球 在投籃 在投球 在這裡 籃球同樣是一個非常受到大家喜愛的運動項目 今天 我們走進香港 看一看香港的籃球是怎樣的 運動項目 厲害 與新城堡 是否有難過勝地 之後很多人真的連這裡全部的椅子 之後連中間的牆都會圍著人 有時真的連看球都很難看 你說可能射過三分球 之後入了 之後人們都會覺得 好 呼呼 我覺得很爽 我個人來說 我就比較喜歡打球 多過去逛街 逛街花那麼多錢 打球開心很多 香港總是給人家的感覺好像是 足球為先 籃球為二 但其實你真的走到社區 走到各個地方 其實籃球場還蠻多 就是喜歡籃球的人其實很多 香港的環境比較上適合籃球 因為足球場 可能香港比較難一個 好一點的足球場的地方 每一個中學 小學 甚至乎大學的話 我們都會有籃球場 但是你說其他運動的 可能是未必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是比較不標準的東西 香港的運動呢 籃球都算是數一數二的行 那麼多人玩 自然就形成很多不同的機會了 看上去 香港籃球並不乏群眾基礎和設施基礎 但這些並不足以撐起香港籃球的職業化發展 和內地相比較 香港籃球有著它自身獨有的特別 基本上其實香港呢 因為真的沒有職業的 那麼從小到大 我們喜歡打籃球 都不是為了可以養妻戶籍啊 或者可以好好的生活啊 多數都是大家都是對籃球這個愛好 還有加上希望可以自己一個願望 去達成一個目標 那麼我們其實相對是 需要放棄的東西 可能比別人更多 因為我們得到的東西可能也都少些 在香港打籃球和內地打籃球不同 我想最重要的分別就是 內地的籃球員 我們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因為他們全職 在香港打籃球 大多數都是一個兼職的 翻了一大天我們才會去進行練習 而且一個星期練習的次數 可能只有兩至三次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業餘的籃球 我們不是職業的籃球 也都不會天天去練習 那麼香港和內地的分別 主要的其實就是 香港的籃球員是主要為了自己的興趣 我們現在夾一組 叫做最高級的球員 最高級級的球員 他有些就是可能做業餘的教練 跟著做打球的球員 我們的生態比較多的是 紀律部隊 例如警察、消防員 這些職業比較有規律 所以他們可以很多時間 比較多時間可以分配到籃球 如果不是 那第二樣就是老師 好像我們有個隊員也是老師 因為都是同一個原因 另外其他的行業 比較難去支撐我們打籃球 因為現在練球我們基本上 一個星期都有兩三晚去練球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職業的時候 工作上可能分配不到 就變成未必可以配合球隊的需要 香港老師其實真的很忙 我們早上上班的時間是八點 我們下班的時候是六點甚至七點 然後九點我們就要練球 練到十一點 第二天早上就繼續上班 那其實香港做為老師的就是 其實很辛苦的 一定的時間 甚至有機會回不到家 甚至我自己有 我自己有 是沒有時間去追去的 但是為的都是一份興趣和堅持 那因為在香港做運動的都好 你一定要為了興趣堅持 2018賽季的黃金聯賽 首次來到香港 香港隊的首次亮相 就用加時絕渣的方式 宣告奇開得勝 然後重點 演奏 進行時間 唔站 注意 應該可以 比賽 東西 在港隊 21幾十九 然後 對 敗戀的分隊 慢慢轉陣朋友再次給點錢 叫聲鼓勵香港隊 球隊太有贏了 其實只是想幫球隊贏 都沒想過那麼多 知道球隊一定要射球三分 才可以全球 因為如果不射球 就會有一個進攻的機會 都很開心 最後不射球把握隊 這也是一個信心的機會 其實都會有看CBA的比賽 因為中國隊 其實我們一直都 綁著他們 當是一個榜樣 我們追上去 其實我個人挺喜歡調製位 我覺得球風也挺好 還有郭艾倫 這兩個我都挺喜歡 他還喜歡遼寧的 遼寧希望後來 對啊 三對三打球香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試練 能夠將這個打球賽事 放在商場 讓這麼多人看到 我覺得這個情況比較重要 只是因為在我們香港 真的地方比較有限 有時候想要找更多的球迷去看 可能地方也不夠 所以能夠在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是很棒 三百三的比賽快點 我們在香港其實都沒有正式的三百三的比賽 那就是讓更多的香港人 認識並參與到 籃球這項運動中來 而關於香港籃球的名片 香港籃球人的期許 又是怎樣的呢 更需要是真的各界的支持 因為我們之前也曾經有過香港的球員 包括現在惠龍兒 現在也是在打CBA 我們可能僅有的 我們自己能數的 就是說我們兩隻手能數 在十個之內的球員 曾經能夠攻上CBA 但是我們香港畢竟你說 如果跟其他大中華地區的地方區 真的去比較的話 我們有的人才可能沒有選擇 沒那麼多 我們如果先從精訓能夠打好基礎 有這個人才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可以在上面的路 給他們可以開通國一點 給他們多機會 香港的籃球的生態 慢慢向著職業化去發展 不過暫時現在都是 只有一對球 是叫做真的 自己的名字叫做職業球隊 還有我們的聯賽 都還未是職業化 所以我想在架構上 我想我們要很大改進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籃球 可以再進一步發展 適合一個水平 我們要噢 我們可以進一步 我們要走